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五個東京夜晚的好去處 首先呢我們先從淺草開始吧 回到淺草的第一站就先去看夜景吧 這邊是淺草文化觀光中心 我們也現在頂到八樓了 我們去看展望台長怎麼樣吧 以上來就可以看到獨享的淺草寺的夜景 淺草寺的夜景這邊走過來 馬上就可以看到美麗的星空塔 後面就是鼎鼎大名的雷門 通常來淺草都是來逛白天的商店街吧 但是晚上其實來這邊可以不在悠閒的走 還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喔 白天東西買不夠嗎 可以到這家24小時的唐奇科德繼續購物 接下來我們到了這條是叫做Hopi通的一條小路 這裡有很多道地的日式居酒屋 可以在這裡小酌一番喔 這裡是新宿東京最熱量的地方之一 這邊的夜生活也相當的豐富喔 去看看吧 這裡就是新宿最適合夜生活的歌舞祭廷 在我後面的是外國觀光客最喜歡的 Robot Restaurant 這邊有很多就是餐廳啊 數百家的餐廳 如果你們怕餓的話 這邊找到你就會沒有問題 這裡就是21小時永遠不打搖的星宿唐奇科德 這家電機行啊 最軟開的晚上11點半了 讓你夠不夠都爆 晚上也可以打電動喔 讓你夾滿滿的一缸玩具回家 竟然有晚上也可以參觀的神社 而且就要星宿喔 那這邊啊雖然沒有像淺草寺這麼壯觀 不是,別有一番幽靜的風味喔 我們來介紹東京車站 日比古以及銀座的夜景 首先我們來到東京車站的丸之內口 夜晚的東京車站啊 氣氛很好又很浪漫 很多人會來這邊散步然後聊天喔 那我們現在從車站出來啊 走到丸之內這個區域 我覺得這邊的人行道啊 就是規劃的很好 所以行人很友善 所以晚上在這邊散步起來 有災喔 301號美術館這邊啊 是情侶約會的秘境喔 我們從丸之內走到的 東京 Midtown Hibia 這邊除了可以看夜景以外 這邊也有百萬物資可以逛街喔 那我們現在就到了私房的夜景景點 Park View Garden 囉 在這個平台看夜景真的超漂亮的 現在走到哪裡啊 從日比古 這裡就是銀座知名的入口之一 這邊啊雖然晚上店已經關了 但是可以借機享受一下銀座的都市氣氛 在這邊的小巷子啊 也是一座夜生活最豐富的地方 有很多餐廳或是酒吧 中野這個地方也是舉酒 五百家真名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Lengar Zaka 這裡有很多的小酒館和特色餐廳喔 去中野的中央公園散散步 走去高原寺吧 想要享受夜晚鄰近的人 可以在那邊走走路散散心喔 我們晃個十五分鐘 現在來到高原寺 到它的商店區逛逛吧 高原寺的特色啊 就是這邊的商店街的商店 跟餐廳業道比較不一樣 連藥妝店都還有開喔 這邊是大衣市場 是由原本的乾貨市場所改建的 裡面有很多異國料理的餐廳 夜晚的商店街啊 因為還有燈光 然後又有很多日式風味的招牌 所以很適合在這邊拍照喔 夜晚這位站 我們要介紹六本木 來到六本木之秋這邊啊 除了可以上觀景台開夜景之外呢 也有不少可以拍到 東京鐵塔的拍照好景點 夏天的時候啊 在毛利體園這個小池子上面 還會有Beer Garden喔 我們現在到了Mid Town 這邊有一些食尚的餐廳跟小酒館 我後方這個草皮啊 春夏秋冬都會有活動 這裡呢 跟六本木之秋一樣 在夏天的晚上都會有Beer Garden 以上就是五個東京夜晚的好去處 選一個自己喜歡去的地方吧 我是鮑伯 我是素雯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